成年那天,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说我身边一些人带有系统,正在攻略我 我需要在倒计时结束前 找出所有攻略者,且不能被攻略成功 被攻略成功或没找出全部的攻略者 我都会死 起初,我以为这是个玩笑 还调侃闺蜜说她是攻略者 可下一刻,闺蜜却面露惊恐 被雕扇砸死在了我面前 1.从小到大,我一直都以为我拿的团宠剧本 哥哥和爸妈一直宠溺 从没和朋友们闹过不愉快 喜欢的人也在成年的前一天 成为了我的男朋友 用顺风顺水这个词来描述我之前的人生 再准确不过 然而18岁的时钟才走过12点 我便收到了一条的短信 你身边一部分人被系统绑定 他们的攻略目标是你 请你务必在倒计时结束之前 识别身边所有的攻略者 并且不能被他们攻略成功 为找出所有攻略者或者被攻略成功 你会立即死亡 目前识别攻略者人数0 死亡倒计时364天 这条短信没有收件人,也没有办法回复 我还以为是谁发的恶作剧 众媒骂了两句,随手就扇了,也没有当回事 直到第二天起床 隔壁宿舍的闺蜜来敲门 约我一起去外面吃早餐时 我才忽然想起这条恶作剧短信 想着当笑话逗他娃 于是我喝了一口粥 凑到他旁边小声 小小,你是不是有系统啊 我故意做出一副猜到你小秘密的贼笑表情 任务目标是不是攻略我 别藏了 快让我看看系统什么样 正当我等着他像以往翻个白眼 然后笑骂我时 才端着豆浆准备坐在我身边的闺蜜愣了 他手一抖,碗落在地上 脸色一瞬间就惨白了起来 你,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会知道 小小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停 几乎是带着哭腔问我 表情因为恐惧,有心有躯 周围人好奇的目光 一下聚集到我们两人的身上 小小也浑然不觉似的 眼睛死死的钉在我的身上 闺蜜小小是高二 才转到我班上的插班生 听说是因为父母工作变动 才不得已在关键时候 转到一个陌生的学校 几乎是才转过来的第一天 他就因为兴趣相投 和我成为好朋友 后来又因为发现和我家住的近 一起上下学 渐渐成了闺蜜 等上了大学 他还因为舍不得 跟我选了一所大学 继续维持着友谊 因此 见到他神色不对 虽然有点疑问 但我也下意识准备开口安慰他 可闺蜜口中喃喃的话 却将我定在了原地 明明就差最后一点进度调了 明明马上就能成功了 怎么会 怎么会现在被发现 几乎他话音才落 早餐店屋顶上 没有开启的吊扇轰然坠落 中心处正砸在闺蜜的头顶 正是吃早点的高峰期 店里都是附近的居民和大学生 可偏偏吊扇掉落的这一刻 正下方只有小小和我 我因为站在扇叶的缝隙处 毫发无损 一根头发都没有断 而被直接中击的小小瘫卵在地上 头骨几乎都被敲裂 暗红的鲜血不住地从发间涌出 他瘫倒在地 无力地抽搐 眼神却还死死望着我的方向 周围的吃饭的人群寂静离顺 很快又掀起尖叫和讨论声 我被血忽了一脸 我下意识地抹掉眼皮上的粘腻 盯着那血色看了好一会 才猛然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然而手机解锁的那一刻 一条短信正好跳入眼眶 你身边一部分人被系统绑定 他们的攻略目标是你 请你务必在倒计时结束之前 识别身边所有的攻略者 并且不能被他们攻略成功 否则 你会在攻略成功的那一刻 立即死亡 目前识别攻略者人数 一 死亡倒计时 364天 二 小小还没有上救护车 就被宣告死亡 而我作为同在掉扇下为二的人 被医生一起带去了医院检查 以防出什么别的事 我大脑空白 跟着护士做完两个检查 得知没问题后 便被忙碌的医护人员 放在了流关病房 坐在医院的座椅上 我浑身颤抖又拿出手机 不停翻看着 昨晚和刚才收到的两条短信 心乱如麻 小小死了 他死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刚刚的是意外 还是别的什么不可抗力的 系统 攻略 死亡 这种听起来只存在于小说的鬼扯东西 是真的吗 会是真的吗 我几乎疯狂地输入文字 想要给这个显示不出来的号码回信 想要一探究竟 可一条一条的短信 都显示发送失败 什么音信也没有能带来 这时候 收到医院通知的我妈和辅导员 匆匆赶到了医院 我妈红着眼上下打量我一番 怎么回事啊小宝 痛不痛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辅导员也关切道 夏景同学 你没事吧 见到亲人 我才终于从亲眼看见朋友死亡的恐惧中 缓过些神 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我死死抓住手机 扑到了我妈怀里 妈 小小死了 小小死了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妈心疼地拍了拍我的背 轻声安抚我 但犹豫了一阵 她还是开口问了 谁是小小 小宝啊 今天在你身边吃早餐 然后背 的姑娘 你认识 被眼泪模糊的世界里 我妈的嘴唇一张一合 吐出的话像是隔着水一样 混着大量的杂音 听不真切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求助一般的抓住身边的辅导员 顾小小啊 就隔壁般的 住在304寝室的顾小小 然而面对我的激动 辅导员也只是皱着眉头说 夏景同学 你可能乍然看见这样的场景 有点受刺激了 304寝室 没有叫顾小小的同学啊 面前的两个人面色不像是装的 在这种时候 也没有人会跟我开玩笑 他们是真的不记得顾小小 这个曾经和我亲密的裙子 都要穿同款的姑娘的存在 我张嘴深吸了好几口气 以求更多的氧气进入 维持大脑的清醒 朋友的死亡 像是被人篡改的事实 让我在这一刻 即便非常不愿意相信 却还是清楚地意识到 那条短信可能是真的 我的身边 真的有带着系统的攻略者 而我如果在下一个生日之前 找不出这些攻略者 或者被攻略 我会死 三 我在医院只住了一个晚上 原本我妈是打算接我回去住 但我几乎没多想 就拒绝了 一想到短信 想到顾小小的死和被抹除的身份 又想着 还有未知数量的攻略者 正躲藏在我的身边 我就坐立不安 死亡临近的气味 像剪子一样包裹住我 叫我难以呼吸 攻略 这些人要攻略我 我不清楚 这个攻略的指标是爱情 是友情 或者别的什么数值 但只要他们的系统 要求攻略我 就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 出现在我的面前 如果待在家 或许有的攻略者 会为了完成任务 想办法来见我 可万一有些人 并不是那么积极要完成呢 我不知道 他们的攻略 有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我有时间限制 明明白白 写在了短信之中的限制 我不想死 哪怕我的成功 可能会导致他人的死亡 但我还是不想死 站在熟悉的大教室前 我深吸了好几口气 推门进去 已经有不少同学到了 我一进入 许多双眼睛 便落在了我的身上 等我随意找了个位置 坐下后 许多听说了消息的同学 你觉得骄傲 然而此刻 我一边勉强称起一点笑容 感谢着他们的关心 一边不着痕迹地 打量着围着我的所有人 匆匆赶过来的 男友审阙挤进人群 握住我的手 宝宝 你出那么大事 不跟我说 你真是不知道 我早上听说的时候 都要吓死了 周围同学关心的话语不断 爱人在眼前 眼里也都是心疼和恋慕 这样在过去 习以为常的场景 在现在的我看来 无异于被一群 面目可怖的恶鬼围上 这里面有攻略者吗 会是谁 诱惑者 他们全部都是攻略者 四 我不敢相信任何人 也不敢表达出来 一丝一毫不对劲的地方 我学着以前的模样 和大家打招呼 相处 试图看出来什么 一天下来 一无所获 好像谁都有嫌疑 但好像所有的怀疑 都是因为我紧张过度 而多想了 直到身边有攻略者这件事 并没有让我 蹄虎灌顶下开挂 立马就能一点一个准 除了焦虑 这个消息 不能给我提供别的什么 勉强应付了男友的关心 和他草草吃了一顿饭后 我借口不舒服 提前回了寝室 我们学校的住宿环境不错 四人寝的上床下桌 因为学校女生偏少的缘故 我同寝室 只有一个同级生 另外两个是 已经出去实习的大四学生 只打过一个照面 此刻 唯一和我同住的姑娘 还没有回来 我仔细检查了寝室里 确认没有别人的存在 锁上了门 深吸了一口气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开始整理思绪 将手机上为二两条短信 仔细翻看了好几遍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应该如何告知 短信对面的这个人 我确定了谁是攻略者呢 难道每个都要像小小一样 得到对方亲口的承认吗 那可太难了 万一有的人就是打死不承认 那我不是必定要失败 肯定不会 既然有短信会来提醒我 身边有攻略者这件事 就一定不会只给一条死路给我 只有留有一线生机的时候 人才不会因为过度绝望 而直接摆烂 正当我思索着 要不要尝试着 发条短信问这个问题时 下一次眨眼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段文字 和一个输入框 请输入你确认的攻略者姓名 如果确认身边已无攻略者 请输入无 无 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糕一些 不知道哪里 在观察着我一举一动的存在 还能知道我内心的想法 我盯着那个输入框 试着随便想了 搬上一个同学的名字 果然那输入框 也跟着出现了我想的人名 名字出现后 上方的文字变动 如果确认的话 请说是 我没有犹豫 说了是 话一说完 面前的文字和输入框 一并消失 我耐心等了一会 并没有出现什么别的动静 如果按这么说 岂不是我把周围人的名字 都输入一遍 就能排查完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漏洞 给我钻 果不其然 又等了一分钟左右 消失的文字 再次出现在面前 今日输入机会用完 下次输入机会 将在24小时之后刷新 与此同时 从昨天小小死后 就没有动静的手机 又收到了没有发见人的短信 只不过这一次 除去那些固定的内容 和减少的篇数外 多了一些内容 你身边一部分人 被系统绑定 他们的攻略目标是你 请你务必在倒计时 结束之前 识别身边所有的攻略者 并且不能被他们攻略成功 否则 你会在攻略成功的那一刻 立即死亡 请注意 一天只有一次 确认攻略者身份的机会 如确认失败 剩余时间减少50天 当剩余时间小于50天时 停止扣除时间 你将会日渐病弱 直至死亡 请注意 本消息只提示一次 目前识别攻略者人数 1 死亡倒计时 313天 倒计时一下暴减50天 我顿时毁得有些牙痛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已知的东西太少太少 我想要成功活下去 就总得通过各种途径 去拓展我所能拥有的信息 是错是迟早的事 而且我也不是一无所获 这减少的50天 让我获得了很多信息 随手扯出一张草稿纸 我在上面记录 目前能够获得的信息 6 不管我身边攻略者的出现 是不是因为短信发见人 但至少 他看起来是想给我一个 活下去的机会的 否则不会出现第一条短信 也不会接到 刚刚那条多出那么多 文字解释的新短信 有关攻略者的东西 今天一天 我没有更多的进展 但是借由刚刚那条短信 我可以知道 在已知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我有7次明确可以通过时间 减少判断对错的是错机会 从最开始的倒计时时间算起 连续每天确认一次这错误 扣到不足50天时 确认攻略者的机会 还有7次 假设我所经历的一切不是必死局 假如所有试错机会都用光 也能有极限生存的话 也就是说 我身边的攻略者 不会多于7个人 因为每天只能确认一次 再多的人我也确认不了 只会导致死亡 去除第一天死去的小小 我的身边 还有至多6个攻略者的存在 6个人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但一个明确的目标 比起漫无目的的瞎抓 可要好多了 还没等我为这个新的收获 开心一会 门锁便传来了被转动的声音 是摄友回来了 因为我提前反锁的缘故 他没有打开门 还疑惑地喊了两声我的名字 将手下的纸张收进口袋 我调整了一下表情 将眼睛揉红 才起身去开门 你怎么 看见我红红的眼眶 摄友梗了一下 或许是才想起我昨天看见的事情 他有些不自然地转移了话题 我刚从外面逛回来 给你带了好吃的 你快尝尝 他将手上的东西放在桌上 摊开 拿了一个给我 摄友一项很照顾我 经常会给我带小吃不说 我和别人有争吵 他永远是除小小以外 会坚定站在我这边的人 不过才认识一年的情分 毕竟没有多年的闺蜜众 小小还活着的时候 我常常会在 两人同时想邀约我 出去玩的时候选择小小 曾经我也想权衡两份友情 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好一些 但两个人几乎是不约而同拒绝了我 除此之外 还会说上不少对方的坏话 明里暗里 劝我少跟对方打交道 以前我还以为是两个人气场不合 或者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的冲突 可有了小小攻略者身份的前提下 舍友也有很大的 可能是攻略者 我接过舍友的零食 眼眶红红地道了谢 真的太谢谢你了 舍友笑道 这有什么 我们一个寝室的 好朋友就是应该对你好吗 他说完 很小心克制地露出了那种 期待得到我肯定的表情 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 哪怕是场面话 我也会笑着抱着他的手臂哄人 但现在 我只是将他给的零食塞进嘴里 含糊不清地发出了一个阴结 对他露出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舍友露出了恰到好处的失望 我挪开了视线 当做没看见 如往常一样 说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气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攻略者和攻略者之间 是有竞争的 所有的攻略者之中 最终的胜利者只会有一个 为了确认这个猜测 在接下来的几天 我装作受惊过度 非常依赖舍友的模样 和他几乎形影不离 舍友只是愣了一下 便开心地欢迎我粘着他 毕竟目前攻略者们 根本不会猜到 我知道了他们的存在 即便我一直没有明确对舍友说 我认可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也还是认为 我们之间的关系提升了一大截 这举动引起了 其他攻略者的不安 两三天的时间 怀疑的圈子 便固定在了一小撮人的身上 毕竟每个人 在成为别人的谁之前 肯定都是紧着自己的感受 我粘着舍友时 排外的意思已经这样明显 如果不是真的 要从我身上贪图什么 也没人会这样上 赶着热脸贴冷屁股 不过这样的方法 也总是有限制的 怀疑人数无法再减少的时候 粘着舍友就已经没有用了 当输入矿再一次出现在面前时 我正撇了男朋友的邀约 和舍友在外面吃烧烤 他喝了两口酒 两颊通红 傻笑着看着我 小姐 你不知道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还以为看见了仙女下凡呢 你性格好脾气好 对人又大方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想着 一定要和你做朋友 透过输入矿 他眼里的喜悦藏也藏不住 哪怕在我多一道 有些神经质的现在 我也几乎能肯定 他说这些话是真心的 人不是非非即白 哪怕是别有用心的接触 长久下来 又怎么可能一点真心都不用呢 我久久凝视着他 叹了口气 阿如 我好喜欢这个世界 我既希望他不是攻略者 又希望他是 如果不是攻略者 舍友就能活下来 可如果他是 我那些与他相关的猜测和推理 才能成真 其实我也很想 大家都能活下来 只可惜 我没有时间 也没有多少机会去试错 我首先要保证我自己活下来 舍友没反应过来 我话中的含义 有些迷茫的看着我 我输入了舍友的名字 轻声说了是 在我怜悯的目光中 他才终于从酒精之中 清醒了些许 舍友的脸色 一瞬间变得煞白 他颤抖着站起来 后退了两步 想要跑 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个喝空的啤酒瓶 滚落到了他的脚底 他一脚踩上酒瓶 身体失控地撞倒了不远处 店主正穿着串的桌子 铁签和切肉的菜刀 毫不留情地朝着他 驳梗处刺入 如同小小死亡时一样 都不用救护车过来确认 我也能看见 他的生命迅速流逝 咽气的最后一刻 舍友还在看着我 他好像想问我些什么 但喷涌而出的鲜血 让他连简单的动作 也无法做出 就那样真了也没了气 满电惶恐的尖叫声 讨论声中 我望着血泊中的人 浑身发抖 对不起 我默念着 然后闭上了眼 挪开了目光 吧 短信增加的人数 确认了舍友攻略者的身份 作为第一目击者 我又被带到了医院 警察询问完状况 恋爱的拍拍我的肩膀 让我好好听医生的话 做好心理疏导 不要一直想着 这只是意外 所有人都这样劝慰我 包括医生 和再次赶到医院的辅导员和我妈 只有我知道这不是意外 第一次小小的死亡 还可以说我不知情 但是这一次 是我亲手将他推向死亡 我抱着垃圾桶吐了很久 脑内不住翻涌和舍友 和小小所有相处的记忆 心里最后残存的一点侥幸 被彻底击碎 我不止一次痛恨 为什么这种莫名其妙的事 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痛恨之余 我也清楚认识到 假如找不到攻略者 这样躺在血泊中的 就很有可能是我 我没时间愤怒 没时间后悔 这次出事 我妈不过我反对 强制让我在医院待了好几天 最后她还是不放心 直接跟辅导员说 让我退宿回家住 接二连三的碰见这种事情 辅导员也害怕 我出什么问题担责 和学校沟通后 很快就批了 我则再回宿舍 看到了一张陌生的脸 和我打招呼时 也同意了我妈的决定 通过留宿 能够获得的信息 已经很少了 我需要更精准的筛选目标 回家之后 我尝试输入了 两个最怀疑的人选 结果一个对 一个错 我又被扣了50天生存时间 但找出了一个攻略者 那个人是大我两级的学长 在我刚入学的时候 追求过我 直到我和男友审阙交往 他才停下动作 说想做回朋友 他能力出众 家境也不错 不管是在学业上 还是人情世故之类的 都默默帮了我很多 由于他后来 也交了女朋友的缘故 我从一开始 不好意思的梳理 到后来 对他有了一种 合作伙伴一样的信任 这一次 因为输入名字时 学长没在我面前 所以我没有直面他的死状 虽然攻略者死亡后 身份消失或者替换 但我也没有费多少力气 就知道了他是怎么死的 做出租时 被大货车追尾 也和之前两个人一样 当场断气 他没有死在我面前 我也刻意没有去看 新闻之中 任何和现场相关的图片 但是只要闭上眼 他沾满血污的脸 便会出现在眼前 愿毒又不甘地看着我 就 似乎所有的好运气 都在前半段用完 看接下来连续两次 我都没有再能猜 对新的攻略者 眼看生存时间 飞速减少 我停下了 胡乱尝试的手 没有再继续行动 能有七次试错的前提是 天数也要足够 全部使用掉 固然可以很容易 判断行动的对错 但那样的后果是 往后再想要做出选择 都会没有 还能考虑的空间 放弃掉一次试错 多出50天的生存时间 能让我做很多事情 我学着从前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回到学校上学 我维持着和男友的恋爱关系 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恨不得将所有的镜头 都投入到社交之中 可是身边迟迟没有再冒出 能让我高度怀疑的对象 想也是 攻略者也不会都是蠢蛋 就算攻略者死亡之后 会被抹除记忆和存在 但也总能从蛛丝马迹中 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从而推断出 竞争者出局的现状 察觉到这点 我顿感不妙 剩下的四个 入藏的更深 更不好找了 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内心焦急的快要发狂 除了在外 还能维持稳定的假象 在家待着的时候 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会因为一点小事 暴哭或者发怒 我妈问起 我无从说明这些 只能抱着她一遍一遍哭 爸爸和哥哥 也总是小心翼翼待我 变着花样哄我 生怕我在受到什么刺激 可我却无法控制地 怀疑他们的用心 又是睡不着的一个晚上 我环抱着小腿 坐在床上 看着面前悠悠发着 光的输入框和文字 想了又想 正准备输入什么的时候 手机响了 不过这次不是 空白发见人的短信 而是男友的消息 这个我早有怀疑的人 在聊天软件 给我发来了两段文字 小景 可能你已经猜到了 我的确是攻略者 我们见一面吧 我找到了 我们都能活下去的办法 十 半夜三点 我随意裹了一件 薄外套下楼 看见了在我家楼底 抽烟的沈鹊 他长得很好 眉眼深邃 身材修长结实 却不至于过于壮实 而显得可不 察觉到我走下楼 沈鹊立马掐了手上的烟 视线在我身上的外套 转了一圈 他皱起眉 怎么穿得这么少 说着 就如往常一样 想把自己的外套 脱下来搭在我的肩头 我拒绝了他 你找到了什么办法 沈鹊身体僵硬了一瞬 眼里划过一丝受伤 他抿了抿唇 攻略者在攻略途中 还会有其他的任务 完成之后会获得道具 而我运气好 上一次任务完成后 我获得了一件高级道具 这东西能给使用者 创造出一个分身 代替本体受到的一切致命伤 相当于有了第二条命 沈鹊激动地指着半空 像是解释着 什么我看不见的文字 我的目光 从他空无一物的手边挪开 并没有相信他 我看不见你说的那些 你又让我怎么信你 沈鹊的目光悲伤不已 我如果是骗你 你现在大可以抹杀掉我 上个月那几个莫名死亡的人 是你确认了 他们的攻略者身份对吧 我没有否认 也没有肯定 只是望着他沉默 沈鹊苦笑 小锦 我承认我一开始接触你 的确是为了攻略 但在相处过程中 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前段时间发现你的异常识 我都想好了 就算没有获得这个道具 我也还是想你活下去 我猜到 你可能是要找到身边的攻略者 因此用我的方法 帮你找到了两个 他从口袋里 摸出了一张小纸条 递给我 我伸手接过时 沈鹊攥住了我的手 一把将我拥入了怀中 不过我拼命对他又踢又捶 沈鹊用力搂住我 像是要把我 融入他的身体里一样 如果你不信 现在就可以杀了我 空白的输入框 随着他的话语 又浮现在了眼前 我紧紧揪着他的衣服 眼泪忍不住滚落下来 关闭 我哭得含糊不清 输入框又消失在我面前 在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之前 我总觉得世界太过美好 也从来不会想到 要去做什么残忍的事情 可为了活下来 我亲眼看着最好的闺蜜死掉 又推动了摄友和学长的死亡 曾经我就是个 活在正常世界的人 一件一件发生的事情 几乎将我快要逼到崩溃 而现如今 这样的死亡名单 还可能添上我的男朋友 我是真的喜欢沈鹊 青春年少时候的第一次心动 她是除了家人和闺蜜之外 我最信赖的 认定可以成为亲人的人 我们一起活下来好不好 沈鹊低头吻去我脸上的泪珠 询问我 我埋手在她怀抱之中 哭得抽抽的哒 点了头 等我好不容易调整好心情 上楼的时候 家里的门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着 我妈站在门口 看见我上楼 拉着我的手打亮了好一会 见到我除了眼睛通红外 没有别的什么事 才松了口气 小乖 很晚了 早点睡吧 她什么也没有问 只是摸了摸我的头 亲了亲我的发顶 我欲言又止 看着她背影许久 最终什么也没说 回去了自己的房间 十一 如果大家都能活下来 为什么非得逼着别人去死呢 我当然不想成为 别人死亡的帮凶 现在有了第二条路 我当然迫不及待的想要选择 我只是看了一眼 沈雀给我的纸条 就将它丢进了垃圾桶 像是丢掉了什么包袱一样 很快 我很快就能脱离现状了 我这样对自己说 心中的雀跃 几乎压抑不住 因为道具的归属人是沈雀 他还花了几天的功夫 才研究 怎么把这个东西 用在我的身上 在他说 道具使用成功的那一刻 我的耳边 自拉响起了机器的电波声 吵得我脑袋剧痛 半嗓都没缓过神 腰间的手机震动了半天 我才渐渐从那种 仿佛被千刀万剐的恍惚中 喘息过来 沈雀吓得脸都白了 抱着我没犹豫 就想往医院跑 我清醒过来 赶忙拦住他的脚步 小锦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没事 刚刚脑子里好乱 一下有点晕而已 沈雀大大松了一口气 看来是成功了 他激动的将我抱起 转了好几圈 我想留在这个世界陪你 我爱你 我真的好爱你 小锦 说着说着 他甚至流下眼泪 对不起 我开始的动机不单纯 以后我会加倍补偿你 我会永远爱你的 此情此景 摆脱了艰难和险阻 互相倾诉中场的小情侣 应该获得大结局 我也感动的落泪 拍拍他的手笑骂了沈雀一声 两个人坐在草地上 互相依偎着 享受着心声 他向我说了很多 关于攻略的事情 包括攻略完成的条件 包括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只是有一些关键词 仿佛被消音一般 我听不真切 不过我也没有多问什么 分别的时候 沈雀缠绵地吻在我的唇上 他一遍一遍说爱我 我呛了好几声 眼里的泪一直就没有干过 我依依不舍地松开他的手 诚恳道 谢谢你 熟悉的输入框弹出 几乎转顺 就填上了奶油的名字 我无声说了一句确认后 才又开口 我爱你 终于回应了他的爱 沈雀的眼睛一下变得亮亮的 他那样眷恋 满膝看着我 可能从我的一举一动猜到 我已经知道攻略者存在 并要消灭他们的人 怎么可能那么蠢 看见我在笑 沈雀很快反应过来我干了什么 怒火代替了爱意 在他眼中盛放 你不信我 他立声质问 我看着他 亲爱的 难道你不是在骗我 沈雀顾左右而言他 我爱你这件事我没有骗你 我也没有骗你 我说 我是真的喜欢你 因为喜欢 我哪怕在一开始就知道了你的身份 我也一直没有下决心去确认 我向后退了两步 苦笑两声 你刚开始在说有道具的时候 我也怀抱着脚信心 说不定真的有其他破局的方法呢 但你让我失望了 你爱我 但你也想杀了我 因为察觉到你的心意 我才下定了决心 我只是因为他人对我的杀意而做出反击 并不是主动要去做什么 沈雀咬牙切齿 小锦 你让我死 你不会愧疚吗 我看着他 我会 但我会在你死后愧疚 12 或许是因为身上有神奇道具的加持 在我确认身份之后 沈雀并没有像之前几人立刻死亡 而是挣扎 躲避了很多必死的陷阱 才终于被不知道从哪里逃窜的杀人犯一刀毙命 后面的事情我是从新闻上看见的 沈雀死后 男友的位置被一个陌生人代替 我缩在被子里给这个新男友发去了分手短信后 昏沉睡了三天 清醒的时候 正巧确认机会刷新 我就将沈雀给我的两个名字分别收入进去确认 两个人都是攻略者 还是那种如果光靠我自己找 可能真的难找到的那种 因为他们攻略的方向并不是友情爱情什么的 而是厌恶和我最喜欢吃的饭店 说实话 有一些好笑 沈雀爱我是真 想自己活命是真 他大概也真心考虑过怎么让两个人都活下来 只是无法 最后大家都选择了自己而已 我没怪他 也不觉得我做的有什么问题 这三个人死亡后 我需要寻找的攻略者只剩下了一个 但剩余的生存时间还剩了一个多季度 被死亡追赶着的压力小了许多 再加上我从沈雀那里获得了很多攻略者的消息 我便放纵自己断了社交 以精神受创为由 将自己关在家中 其实我都有点不清楚我为什么没有疯 有时候我都想 我不会天生就是什么反社会人格 只是从前没有被刺激 所以没有被发现 我苦中作乐的想 这样近乎崩溃的精神状态 让家里人都担心的不得了 一家三个人 每天都会有一个人留在家中陪我 生怕我干什么傻事 他们紧盯着我 我也以别样的方式观察着我的家人 还有一个攻略者 从沈雀那里 我知道攻略者们的攻略方向是不能重复的 我最大的缺口只有亲情了 而接下来剩余的时间充足到 我把家里的三个人都选一遍还有空余 可这是我的亲人 从我记事起疼爱我 宠爱我 与我血脉相连的亲人 之前不论是谁 与我而言都可以算是外人 但他们不是 这是我的亲人 哪怕我自私到极点 重复告知自己那些攻略者就是来要我的命 我也没有办法像对待男友一样 很快调整心态 我那么拼命的跑 那么拼命的想要活下去 终于快要到了终点 最后却发现 这所谓的终点 其实一直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好累 早知道这样 我又干嘛要去推动其他人的死亡呢 早摆烂 我还能多活一段时间 他们也能多活一段时间 多好 13 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或许今天 或许明天 也或许要等到倒计时结束 但我完全没想到 比起迎接自己的死亡 我更先迎来的是妈妈的死亡 还有 新的短信 你身边一部分人被系统绑定 他们的攻略目标是你 请你务必在倒计时结束之前 识别身边所有的攻略者 并且不能被他们攻略成功 为找出所有攻略者或者被攻略成功 你会立即死亡 目前识别攻略者人数 7. 待确认完成 死亡倒计时 41天 我大脑空白地召唤出 确认攻略者的矿 发现上面显示 我今日的确认机会已经用完 可我明明没有 脑海中随即闪过 以前审缺告诉我 攻略者们都有道具的事情 妈妈用道具 放弃了攻略机会 我大脑空白 跟着爸爸和哥哥 一起去认领了妈妈的尸体 安置在灵堂之中 收拾我妈遗物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张 只有我能看的箭字的白纸 我没有立刻打开 而是等到我妈正式下葬之后 才找了一个空闲 躲在房间里 展开信纸 亲爱的女儿 首先恭喜你 在拿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应该已经找到了所有攻略者 很抱歉 我也是其中之一 其实 如果不是最近G2连3的 七桥死亡事件太多 我也几乎都要忘了 我也是攻略者 孩子 我千辛万苦生下你 从你牙牙血雨 照顾你到如今停停律力的模样 早就和所谓的攻略无关 我对你的爱不是假的 身边的人爱你 也并不因为你是被攻略的对象 只是因为你值得被爱 不要怨恨自己 一切不是你的错 妈妈爱你 真的真的很爱你 好好活下去 睡得好觉 宝贝 从此以后都是新生 请不要再回头看 我将头埋在枕头里 放声大哭起来 我想起以前许多时光 我妈抱起我的样子 我妈笑着夸奖我的样子 我妈说爱我的样子 最后是我除掉审阙那天 我妈站在门口摸摸我的头 睡得好觉 原来那个时候 她就已经想好了 14 这场荒谬的血腥的游戏 终于到了末尾 第二天刷新时间到 输入框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 只要我输入5 我就会获得胜利 我顶了一整天都没有睡着 儿童红了眼睛 恨恨看着面前的输入框 那是新生 踩着别人的死亡换来的新生 我拿出手机 看了又看短信之中 昭告战绩的人数 一切都结束了 只肩抹撒着屏幕半天 我才郑重的 重新看向对话框 空白短信发见人 我开口 15 吐出这句话的同时 一条接一条的短信 疯狂地涌入我的手机 请注意 只有你已找全所有攻略者 请确认结束游戏 发了好几遍 见我迟迟没有取消名字 短信停滞了一会 干脆不装了 你怎么发现我的 我看着手机 很感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东西 让我一步一步更加信任你 你其实没有漏什么破绽 一直以来 都像是要尽心尽力地 帮我找攻略者 让我活下去 但是我太信任你了 信任到我刚刚忽然反应过来 小小好像不是我确认的攻略者吧 起码不是在我输入他姓名后确认的 我把玩着手机 我假设他是攻略者没错 但应该不是 算在我需要确认的那里面 第一个不是他 那么就另有其人 我的世界 在出现短信的那一刻 就被拆得七零八落 充斥着怀疑和恐惧 可偏偏我一直都太信任短信了 这感情存在的太突兀了 手机安静片刻 空白短信才继续传来 在所有死亡人中 不会你唯一犹豫的 只有你妈吧 我垂眸盯着手机 没有说话 笑死我了 就你这样 还什么真善美女主 你就最爱你自己 我最爱我自己 有什么不对吗 我反问 我对人没有不真诚 在我知道他们是攻略者之前 我把朋友当真心朋友 我将爱人 当作未来可以携手的人 我只是在他们要杀我的时候 反击了 你们动手都觉得理所应当了 我为什么要觉得不好意思 说着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我对树矿喊了确认 我想活下去 我可以为了我妈 放弃我的生命 因为是她生了我 但没有了妈妈 我只会转回最开始的念头 我要活下去 四周一片寂静 手机里的短信不停跳动着 最后慢慢的一条条消失 我重新尝试着喊出输入框 没有反应 没有24小时刷新机会的提示 消失了 我赢了 巨大的喜悦让我胃里作痛 我忍不住趴在床边干呕了两声 支离破碎的胜利 但是我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就好 我这样想着 下一刻 手机忽然又跳出了一条消息 你以为你真赢了 我来不及看清这条短信 很快就又消失了 十六 没将那短信放在心上 我为心生而雀跃 禁锢了许久的生活 好像终于开始重新流动起来 我迫不及待的出门去感受这一切 不用再担心别人的好意 是别有所图 也不用再害怕 下一刻谁会死在自己面前 更不用担忧自己生命的流逝 我在外面逛了一大圈 玩得累了 回到家 抱着妈妈的信 叙叙叨叨了半天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这一觉前所未有的踏实 然而睁开眼 入目却不是家里 而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面前弹出了一行文字 请攻略本世界的可攻略人物 攻略成功者才可通关本场游戏 抬起头 一个男孩正有些疑惑的打亮着我 正如当初知道身边有攻略者的我 全文完